我今天贈送那個命養 剛開始之後 總統馬英九來到台中烏日 趙文正家中表達功課 從事清潔工作的趙文正 多年來將資源回收所得 共四百多萬元捐作公益 因而獲得富比式雜誌 亞洲慈善獎的得主 跟其他國內三位企業家齊名 這讓馬總統感到相當的佩服 把它貼起來 然後互備起來 這樣好不好 我們這個社會局幫助一下 這樣拿出來看 拿拿出去 啪啪啪你弄破掉了 碎掉了 太久了 因為他從這樣30年來的 這個持續的一個捐款 幫助這些小朋友 這個一般人我們想 沒有辦法這麼持續的這麼做 那總統也是為了這個 他覺得非常的感心 除了請來拜訪 馬總統知道趙先生很節儉 要求太太一個人時不可以開電風扇 因此他也貼心送上了 可省三成電費的國產節能電扇 轉過來啦 它這邊是省電的電扇 就在電腦上方 試試看 好嗎 好看喔 好看喔 由於最近趙文正因為擺那張開刀 馬總統還特別準備醫療級的太陽眼鏡 讓趙文正倍感窩心 不過他覺得自己並沒有那麼偉大 只是覺得施比獸更有福 做好事做得多喔 一定有好報啦 對趙文正的善行義舉 馬英九直說不簡單 他也希望能有更多人以趙先生為榜樣 行有餘力時不忘回饋社會 帶給社會更多的人情溫暖 接著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